李白是一个很好的IP 李白他本身是一个五名高手 他也比较潇洒漂亮 然后他也比较自由 在把它做成IP的这个点子上 其实是有很多方向的 把这个李白这个IP应用过一次的应该是 梁以森 但是没用好 梁以森早期的武侠小说 记不住了 我就记得有这个李白出产过 我看过李太白的前集 他的诗歌的时候前集 把每一首诗都读了一遍 我觉得这个人要是 拿出来 就是不管是隐私记啊 有什么情况下 不管是穿业啊 或者什么之类 拿出来点缀一下 挺好玩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毛病 你一旦把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拿出来 自由发挥一下 你就会有一大堆神经病来批评你 不尊重历史 不尊重圣人 不尊重古人 有一大堆道德癖 特别是像类似于 李白这种家义户晓的人物 我们的人民群众力量是很大的 各个都是道德审查官 都会来吹毛求刺 就是说你又歪七的人物历史 然后说的你好像死而不赦一样 这些神经病太多了 导致了我们中国电视剧 没法拍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给了一个创作题材 各种各样的限制 还大整天大喊口号 就是最近拍了一个新三国 然后有一大堆人马 新三国是在糟蹋经典 但我有时候在想 三国演义 照他三国字你们都没有意见 三国演义整天无比的扭曲 三国字里面的描写 各种的歪曲 你们都没有意见 你们现在到一本正经的 维护起这个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你们是神经病了 所以你但凡要把一个 家义户晓的人物拿去当IP 去重新再创作 你最多只能把他当成一个 点缀性的人物 当成主人公 你就会遇到很多审查上的麻烦 商业上的麻烦 没办法 你要是想用礼拜可以 但是只能把他当成一个配角 你要是把他树立成主角 那你做梦吧 人民的群众是血量的 每人一口口水都可以把你淹没